日本现在有所谓的安倍经济学 有所谓的安倍三界 那么它的做法是什么 我们过去曾经为大家介绍过 但是它甚至呢 动用了NHK NHK等于是像台湾的公共电视台 当然比台湾公共电视台做得好太多 他们最近呢 总共出动了非常庞大的 纪录片的制作团队 而且这些制作团队呢 还包括了最强的漫画家 以及相关的经济动画 纪录片的负责人 他们要访问全亚洲 或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六个企业家 作为日本经济在起的参考 其中在台湾 他们选择了张忠谋 制作了长达一个小时的纪录片 我们为大家摘录其中精华的部分 日本NHK电视台拜访台积电 董事长张忠谋亲自欢迎客人 NHK的纪录片改变世界的代工 探讨台积电世界第一的秘诀 半导体教父开宗明义的说 只有创新才是企业的求生之道 我想大家都相当怀疑 都相当怀疑 到底是有没有这个代工业 这个晶圆代工业会不会成功 可是后来就是一直就很成功 就没有什么人怀疑了 必须要知道这个晶圆代工业 是一个business model的创新 NHK渡海取经台积电也不藏私 开放了制程检讨会议和生产控制中心 让日本见识到台积电对制程的严谨监控 日本巨细迷遗 拍摄了新建中的晶圆食物厂 巨大厂房全新设备 NHK非常钦佩张忠谋的远见和勇气 2013年台积电的资本支出 调高到一兆日元 张先生仔细分析了 日本半导体落后的主要原因 为什么日本在半导体里头 在半导体业里头 这二三十年是落后了 落后美国了 美国是有一个非常蓬勃的 一个fabulous industry 日本没有 因为这个代工好像是 这个问题好像是觉得 这个不是一个震荡的行业似的 事实上我们认为这个 不但是一个新的一个一条路 而且是一条非常阔的路 而且可以走得蛮远的路 日本首相安倍三件旧经济 NHK高规格制作经济动画记录片 岛庚座亚洲力气传 请来最强漫画家 红尖现实 社长岛庚座出马 探访六位亚洲顶尖的企业家 期盼为日本企业界 正衰起闭 日本企业习惯 专注代工制造 动画片中 岛庚座拜访金元厂 想要参观厂房 必须经过重重的观看 契約していただければ ここが全てテコットの製造ラインになります 先ほど通ったすぐ横の建物では 何を作っているんですか あなた方のライバル社の製品です それじゃあ私たちの機密情報が そのまま漏れてしまうじゃないですか 一つの建物ごとに一社となっています 重要なのは個々の企業のデータを どう機密保持するかにあります アクセスできるのは担当者一人だけです 彼が担当になれば彼一人だけです つまり絶対に情報が漏れない自信があると それこそ私たちの生命線です 普通の大公司零件 代工の公司としては 有点不太平等的な関係 台積電は完全平等です 私たちの客户は 私たちの客户は 私たちの大品牌 私たちの客户は 私たちの客户は 私たちの信仰 借次向半導体交付致敬 今材料の加熱温度を変えた方がいいんじゃないかと考えてるんだ 前は900度で作ったらショートしたから 今度は850度でやってみよう おい大変だ 発注元の幹部連中が乗り込んできた 一体何をしに来たんだろう あなたがモリスさんですか 今回の製品の改良について聞きました 驚いています 一体どうやったんですか 私たちは小さな会社なので 朝から晩まで トランジスタのことばかり考え 試行錯誤しています だからできたんです 私たちの大手では こんなリスクの高い部品まで 製造ラインを組むことはできない 助かりました 私たちの大手で 27歳 剛進得以 大胆創新 獲得IBM 赞賞的往事 第一次看到自己 变成動画主角 张先生 也觉得新鮮有趣 1985年 张中萌 回国担任工研院院長 思考台湾科技的下一步 很多人要求 他照超日本模式 张中萌 认为没有出席 坚持不干 在孙宇璇 余国华 李国鼎的支持下 他创办台積電 带领台湾 走向新局面 台湾在设计方面 没有长处 在半导体设计方面 没有长处 在行销方面 也没有长处 这样子想就是唯一的一个办法 就是成立一个制造公司 我写了十几封信给可能的投资者 在十几封信也包括了日本 几个日本公司 我记得那个时候 好像也包括了Sony 也包括了这个Mutsubishi 到后来 有回信是有蛮多的 可是这个回信 都是大部分的回信 都是说是他们没有兴趣投资 台积电草创辛苦 外界也不看好 但在90年代 矽谷有许多有创意的年轻人 却没有生产线 透过台积电代工 创意和梦想成真 科技生活起了革命性的变化 好 家庭用のパソコンで 三次元のカッコイイゲーム が楽しめるようになるぞ 好重工工場なんか 持てないぜ 何しろ莫大な資金が 要是要 我认为前回和同样的設計和製造都在做的大手メーカー 是没有人家的 但是我认为的設計和建设计是否 是的 确实在台湾有什么製造的地方是有的 我认为你和我认为NVIDIA的年转发了27万块钱 我们的优优优优独播 over the last 10 years 是70-70-some odd percent 也许五次 对我的优独的优独播 四次昨天 我们其实在那时 我们在帮助所有的钱 所有的 profit 回到优独播 两位科技大佬谈笑风声 NVIDIA和台积电绑了20年 已经成为绘图晶片的领先者 台积电全球600多位客户 年生产11000多种晶片 营收超过5000亿台币 而82岁的张忠谋雄心壮志 依然让NHK佩服不已 我是觉得在半导体产业 在科技产业要做得好 是要靠创新 那我是就是过去就是 challenge自己 challenge员工 就是要创新 那创新的就是 也就是我们是头一个 可是后来就有别人就来 要来跟我们竞争 他们模仿嘛 他们要来跟我们竞争 那我是绝对是不客气的 这个事 NHK记录也教育日本民众 张忠谋的故事 他会给日本经济带来新的思维吗 如果说美国的经济复苏 在过去iPhone 或者是后来的shellgas 曾经扮演一定的功能的话 那么在今年呢 可能全球爆发量最大的新的产品 是中低价的智慧型手机 今年呢到目前为止 许多人预估中低价的手机的成长率 会高达104% 我们亲爱世界财经周报 分别专访了几个非常关键的人物 这里头包括了全世界最大的 IC设计公司高通的 副总裁 另外还有小米基的董事长 我们将在下个礼拜 为大家推出相关的专题 非常谢谢大家收看 今天的文件世界财经周报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